前提之下是说我们一定要先确定诊断 我们今天的落法的形态 今天它的落法是属于基因形态的落法 也就是所谓的家族性的落法 雄性基因形态的落法 那基因形态落法的话 它在它的治疗上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口服用药 用外用的涂抹用药 甚至到做一些所谓的生法的一些疗程 包括我们所谓的生长因子 还有另外就是说所谓的执法 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都不是互相抵触的一些治疗方式 我们叫它叫做叫基尾酒式的疗法 今天如果是用我们涂抹的方式 最常见的也就是说所谓的 里面含的主成分 我们叫它叫做minoxidil 这个minoxidil就是主要是让 这个所谓的血管的扩张 那血管扩张以后 让多一点的养分能够过去 那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土壤 更加的肥沃 让这个毛囊能够更加的生长 那所谓的口服用药的话 它的主要的机制 我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就是所谓的政府合格 合法的 主要是分两个类型的 这个所谓的口服用药 那主要像我们提到这样 英文叫做finasteride 或是dutasteride 那这两个的话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在抑制我们所谓的荷尔蒙 让它变活性化之后 跟我们的接收器结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在前面这端 还有顶头这端呢 有所谓的接收器 这个接收器和这个所谓的活性的荷尔蒙 一结合了以后 我们毛发就会开始萎缩了 那所谓的生长因子主要也是让 主要是让这里的土壤能够肥沃 让我们所谓的毛发的生长的这个微环境 能够健康 那所谓的生长因子 就是在扮演像这样的阳光跟水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民众 该如何去选择在哪个时间点 该用哪一些药物来做一些介入 基本上今天如果 你的家族原本就有一定的形态学的落法 那我们就要提前的要有这样的警惕了 OK 第二点是说 如果你有注意到 发现开始慢慢再往后退 或甚至到说 头发越变越细越变越细 像这样的形态的话 可能就开始的介入 不要等到毛都没有了 我才开始说 我要开始吃药了 我要开始擦药了 因为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吃药跟擦药并没有办法 让无毛变成有毛 它只能够让微毛变成粗毛 让粗毛维持在粗毛 不过并没有办法 基本上没有办法无中生有 所以当我们在帮病患做一定的 所谓的治疗上面的评估 它的计划的时候 我还必须要帮他 帮他顾意到说 他五年 他的十年后的一些状况 该怎么样来帮他做 这个长期的一些规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